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六人與主法定人數 好,我們開始開會 首先請議事人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十屆第五會期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第十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111年4月14日 星期四上午96分至123分 地點紅蘿三年一會議事 出席委員林常佐等14人 立席委員葉玉蘭等17人 立席人員外交部部長吳昭謝及所屬人員 行政院主計總處專門委員張嘉宇 主席羅洲級委員致政 報告事項已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確定 二處理院會交付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外交部主管提出書面報告後 此的動資等四案 決定以上四案報告完聚 同意動資並提報院會 三邀請外交部部長報告我國參與國際組織 及爭取相關國際支持推動進展並被質詢 外交部部長吳昭謝報告 委員林常佐等15人質詢均由外交部部長吳昭謝 常務處長一大類及非政府組織 國際事務會執行長王雪鴻等及其答覆 決定一登記質詢在場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報告及尋答結束 二委員所提口頭及書面質詢為及答覆 或要求提公資資訊 請外交部與二週內以書面答覆 本會全體委員並付資本會 委員指定期限者重啟鎖定 三委員陳明文及陳以信等二人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討論事項 處理院會交付一百一十一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決議 為交部主管第一幕一般行政向下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中業務費之房屋建築養護費 預算凍結一百萬元案 決議本案處理完均 統一動資並提報院會 通過臨時提案議案 宣讀完畢 好 謝謝 我們請問在場委員對於上次會議145 有沒有遺漏或錯誤的地方 有沒有的話我們議事錄確定 請議事人宣讀本日的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繼續審查一百一十一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 關於國防部主管非營業基金 一作業基金 一國軍生產其服務作業基金 二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 二資本計畫基金 國軍銀社及設施改建基金 宣讀完畢 好 我們介紹在場的委員 廖宛如委員 文育俠委員 還有趙天寧委員 我們今天 這個 列席的官員 有 邱部長 還在外面 受訪 還有 房次長 我們先介紹其他人 全動署的署長白傑龍 政務辦公室主任王紹華 也在外面 政治作戰局局長 檢世偉 軍備局局長 吳慶昌 主計局局長 謝祈賢 金一局局長 陳建彤 作戰局 作戰局計畫參謀次長是次長葉國輝 後勤參謀次長是次長許金騰 陸軍司令部參謀長張元勳 海軍司令部參謀長蔣正國 空軍司令部參謀長黃志偉 後勤指揮部參謀長朱智寶 陸軍後勤指揮部參謀長黃明道 國家中山科學院部院長歐陽立行 其他部會 行政院主計總處基金預算處科長 代群方 好 我們本日繼續審查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 關於國防部主管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國軍老舊眷村改建基金 及國軍銀設及設施改建基金 請議事人員宣讀以上三項基金的 預算訴及委員提案 我們補充介紹那個國防部長邱國正 常務次長黃茂宏 我們請宣讀 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 國防部主管非營業基金 一作業基金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一業務計畫 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 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資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一業務總收入390億1538萬8千元 二業務總支出378億6304萬7千元 三本期剩餘11億5234萬1千元 三截繳公庫金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33億9千038萬2千元 六國庫增播基金額無列數 二作業基金國軍老舊券中改建基金 一業務計畫 應依據業務收支轉投資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及資金運用等項資審查結果 隨同調整 二業務收支一業務總收入14億437萬7千元 二業務總支出23億2405萬4千元 三本期短處9億1967萬7千元 三截繳公庫金額無列數 四轉投資計畫無列數 五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無列數 六國庫增播基金額無列數 三資本計畫基金國軍營設計設施改建基金 一業務計畫 應依據基金來源與用途審查結果隨同調整 二基金來源用途給餘處 一基金來源179億5651萬6千元 二基金用途188億5654萬元 三本期短處9億2萬4千元 三截繳公庫無列數 現在宣讀委員資預算提案 第一案至第102案 為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資預算提案 第一案至成品消貨收入增列兩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二案 消貨收入增列五千萬元 委員林常佐等人提案 第三案 醫療收入門診醫療收入增列五百萬元 委員温應俠等人提案 第四案 醫療收入住院醫療收入增列一千萬元 委員温應俠等人提案 第五案 其他業務收入 雜項業務收入增列五百萬元 委員林常佐等人提案 第六案至第七案 為業務收入 業務勞務收入 服務收入之預算提案 第六案 增列兩百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七案 增列一百萬元 委員温應俠等人提案 第八案 至第十案 為收入 業務收入 勞務收入 之預算提案 第八案 增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九案 增列兩百萬元 委員廖宛如等人提案 第十案 增列五百萬元 委員羅志正等人提案 第十一案 收入 消貨收入 其他消貨收入 增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十二案 至第十三案 為收入 業務收入 資預算提案 第十二案 增列兩百萬元 委員趙天林等人提案 第十三案 增列五百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十四案 業務外收入 其他業務外收入 雜項收入 增列五十萬元 委員廖宛如等人提案 第十五案 業務成本與費用 消貨成本 用人費用 獎金凍結一千萬元 委員王定雲等人提案 第十六案 至第二十二案 係針對 成本及費用總計 業務成本 與費用 消貨成本 印刷出版品 與消貨成本 之預算提案 第十六案 簡列五百萬元 委員林昌佐等人提案 第十七案 簡列兩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十八案 簡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十九案 簡列五百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二十案 簡列五千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二十一案 消貨成本 簡列一百萬元 委員羅志正等人提案 第二十二案 消貨成本 凍結一千萬元 委員王定宇等人提案 第二十三案 至第二十六案 係針對行銷及業務費用 行銷費用 服務費用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之預算提案 第二十三案 簡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二十四案 凍結兩百萬元 委員林靜宇等人提案 第二十五案 行銷推廣費 凍結一百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二十六案 行銷費用 簡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二十七案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服務費 公關衛勞費 檢列一百萬元 委員王定宇等人提案 第二十八案 公關衛勞費 凍結一百萬元 委員王定宇等人提案 第二十九案 至第三十五案 係針對管理及總務費用 直預算提案 第二十九案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材料及用品費 凍結一百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三十案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檢列三百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三十一案 管理及總務費用 檢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三十二案 管理及總務費用 檢列一百萬元 委員趙天宁等人提案 第三十三案 檢列一百萬元 委員羅茲政等人提案 第三十四案 管理及總務費用 凍結一千五百萬元 委員林昌佐等人提案 第三十五案 管理及總務費用 凍結兩百萬元 委員林靜宇等人提案 第三十六案 至第三十七案 係針對研究發展費用 服務費用 旅運費 服務費用 支預算提案 第三十六案 旅運費 凍結一百萬元 委員江啟成人提案 第三十七案 專業服務費 凍結五十萬元 委員江啟成人提案 第三十八案 研究發展及訓練費 凍結一千萬元 委員林昌佐等人提案 第三十九案 係針對雜項費用 匯費捐助補助分攤 救助記與交流活動費 捐助補助與獎助 凍結二十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四十案 至第四十六案 係針對醫療成本 門診醫療成本之預算提案 第四十案 材料及用品費 凍結五百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四十一案 檢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四十二案 檢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四十三案 凍結一千萬元 委員王滴雲等人提案 第四十四案 凍結一千萬元 委員林昌佐等人提案 第四十五案 凍結九百萬元 委員邱成員等人提案 第四十六案 凍結一千萬元 委員蔡世穎等人提案 第四十七至四十九 係針對業務成本 與費用醫療成本 住院醫療成本之預算提案 第四十七案 檢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四十八案 檢列兩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四十九案 檢列兩百萬元 委員趙天林等人提案 第五十字 第五十二案 係針對成本及費用總計 管理及總務費用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服務費用之預算提案 第五十案 理應費凍結五十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五十一案 補貼獎勵慰問與救助 凍結四十萬元 委員邱成員等人提案 第五十二案 凍結四十萬元 委員温應俠等人提案 第五十三案 研究發展費用 服務費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凍結五十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五十四案 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 簡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五十五案 第五十五案 委員邱成員等人提案 委員邱成員等人提案 第六十案 管理及總務費用 服務費用 專業服務費 凍結十三萬九千元 委員王定雲等人提案 第六十一案 訓練費用 簡列三十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六十二案 服務費用凍結兩百二十一萬元 委員邱成員等人提案 第六十三案 服務費用凍結兩百二十一萬元 委員温應俠等人提案 第六十四案 服務費用凍結十分之一 委員吳施淮等人提案 第六十五案 續針對服務費用 留運費 簡列十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六十六案 服務成本 簡列五十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六十七案 服務費用凍結一百萬元 委員王定雲等人提案 第六十八至 第七十一案 續針對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服務費用之預算提案 第六十八案 專業服務費凍結三十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六十九案 補貼長獎勵慰問與救助計 凍結十八萬元 委員王定雲等人提案 第七十案 匯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計 與交流活動費 簡列二十萬元 委員温應俠等人提案 第七十一案 管理及總務費用 凍結兩百萬元 委員林靜雲等人提案 第七十二案 訓練費用 簡列五十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七十三案 業務成本與費用 簡列兩百萬元 委員趙天雲等人提案 第七十四案 業務成本與費用 簡列九百零二萬 六千元 委員蔡適應等人提案 第七十五案 勞務成本 凍結三百萬元 委員林常佐等人提案 第七十六案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計 與交流活動費 簡列兩萬元 委員温應俠等人提案 第七十七案 補貼長獎勵慰問與救助計 凍結二十萬元 委員秋成員等人提案 第七十八案至第八十五案 係針對服務成本 服務費用支預算提案 第七十八案 旅運費 簡列兩百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七十九案 旅運費 凍結一百萬元 委員王帝允等人提案 第八十案 旅運費 凍結一百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八十一案 旅運費 凍結十分之一 委員吳施懷等人提案 第八十二案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簡列兩百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八十三案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簡列一百萬元 凍結一百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八十四案 旅運費 簡列一百萬元 委員趙天寧等人提案 第八十五案 勞務成本 簡列兩百萬元 委員羅智正等人提案 第八十六案 業務成本與費用 簡列兩百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八十七案 業務成本與費用 簡列三百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八十八案 專案計劃 繼續計劃 凍結一千萬元 委員王帝雲等人提案 第八十九案 專案計劃 繼續計劃 凍結一千萬元 委員蔡運霞等人提案 第九十案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劃 一次性項目 機械及設備 凍結五十萬元 委員江啟成等人提案 第九十一案 至第一百零二案為主決議 現在宣讀主決議內容 第九十一案 生產事業所屬工廠 近年受託產製部分 武器裝備 人有因備料不足及測試不順等因素 而言後結繳其成 也要求國防部於三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 送立法院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提案人委員江啟成等人 第九十二案 國軍及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一百一十一年度預算案中 其中這案計劃 三軍總醫院新建重症醫療大樓計劃及 醫學中心植子治療系統裝備 截至一百一十年九月底仍尚未決標 原提案要求國防部積極辦理 及督導後續工程執招標 必保工程一進度推動 提案人委員邱成元等人 第九十三案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中 醫療事業部分於一百一十一年度 預算編列高級救護技術員獎助金 兩百零三萬三千元 國防部因自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度 預算中開始調整預算編列方式 以符合法令要求 提案人委員温玉霞等人 第九十四案 國軍醫院應被妥足夠 國軍官兵因應疫情之各式治療要務 避免大規模疫情下 國軍戰力之減損 相關要務整備情形 請國防部於二週內以書面回覆立法院 外交級國防委員會各委員 提案人委員羅次正等人 第九十五案 建議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建置醫學中心直指治治療系統整備案 全案其成一百零九至一百一十三年 總投資二十五億元 其中一百一十一年度編列預算 三億一千一百八十萬九千元 為其工程及設備統合案 截至一百一十年十二月底 尚未決標 原要求國防部針對該案做出 有效之精進檢討 於三個月內以書面 回覆立法院外交級國防委員會各委員 提案人委員羅次正等人 第九十六案 國防部護職不應交數規劃及辦理 陽明山招待所歷史價值地商務之修復 及再利用計劃 以便盡速將土地歸還給台北市政府 以減少公堂支出 提案人委員溫暇等人 第九十七案 青年日報社 要求青年日報社 根據原謀廣告收入提升方案 並納入網路廣告收入業務 必確保經營績小 並請於一個月內 向立法院外交級國防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 提案人委員邱成元等人 第九十八案 青年日報社 是否仍需要維持行事上知媒體型態 或是改選跟章 財委托播自入信銷等方式 進行政令宣導及政策溝通 以維持投入與產出之教士筆 請國防部妥為研究 提案人委員溫暇等人 第九十九案 青年日報社 面對其廣告收入之不斷銳卷 予以提出對應應應 對策應應 提案人委員何志偉等人 第一百案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與一型政院及審計部建議 事實檢討儲蓄會 存續之必要 並進行完成軍人儲蓄業務法制化工作 提案人委員王定宇等人 第101案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各事業之獎勵經費 由各事業單位 依各置業務性質不同 分別編列缺乏明確標準 使應依照不同事業屬性 儘速建立合理的發放標準 提案人委員何志偉等人 第102案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內 含生產醫療服務 福利及文教 軍人儲蓄與復工等六個事業 以依照預算法相關規範編制分預算 並入該基金附屬單位預算表達 以採明各事業 各別營運計劃與預算編列知名系 提案人委員何志偉等人 現在宣讀國軍老舊眷村之預算提案 國軍老舊眷村之提案為 第103案至第126案 第103案 消貨收入增列兩百萬元 委員廖宛如等人提案 第104案 營建極家公平消貨收入增列兩千萬元 委員羅志正等人提案 第105案 營建極家公平消貨收入增列兩百萬元 委員吳施淮等人提案 第106案 消貨收入增列五百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107案 融資業務收入增列六百萬元 委員林常佐等人提案 第108案 利息收入增列三千萬元 委員林常佐等人提案 第109案 租認收入增列一百萬元 委員趙天寧等人提案 110案 消貨成本減列五百萬元 委員林常佐等人提案 第111案 行銷及業務費用 業務費用 捐助補助與獎助 凍結二十分之一 委員林淑芬等人提案 第111案至第121案 係針對其他業務壞費用 之預算提案 第112案 雜項費用 服務費用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減列兩百萬元 委員趙天寧等人提案 第113案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凍結一百萬元 委員邱成元等人提案 第114案 修理保養及保固費 凍結一百萬元 委員温應俠等人提案 第115案 其他費用凍結一百萬元 委員王帝雲等人提案 第116案 其他費用 簡列三百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117案 其他費用凍結兩百三十萬元 委員邱成元等人提案 第118案 其他費用 簡列一百萬元 委員廖宛如等人提案 第119案 其他簡列一百萬元 委員吳施淮等人提案 第120案 其他簡列兩百萬元 委員趙天寧等人提案 第121案 雜香費用 簡列三百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122案 至第126案 為主決議 現在宣讀主決議之內容 第121案 第121案 第1122案 國軍导舊 國軍导舊眷村改眷基金 111年度預算案 其他業務外費用 其他業務外費用 向下之雜項費用科目 編列支援土地處理作業費 兩億三千萬元 主要作為列管控制眷地之維護 及管理所需經費 為眷改基金 予以持續辦理該等土地之資產活化作業 並減輕基金之財務負擔 提案人委員王蒂雲等人 第123案 為提供眷村文化資產保存工作 長期穩定之經費來源 援請國防部除加速國軍眷村文化保存 及發展條例草案之進度 以為法源之依據 並請針對立法或修法旗程及上述眷村文化保存 具體措施於一個月內向立法院外交集國防委員會 提出書面報告提案人委員邱成雲等人 第124案 基於眷改條例中就 眷村文化保存經費 並無可編列修復經費之法原 請國防部就此 儘速擬定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相關條例 以立法院第十屆第五會 起結束前送交立法院審議 以立眷村文化保存工作持續 推動提案人委員羅斯正等人 第125案 基於眷改條例中就 眷村文化保存經費 並無可編列修復經費之法原 國防部應積極與在地文化工作者合作 結合地方性 形成特色文化聚落 增加財源收入以示 眷村文化保存工作 無專項基金及穩定財源下 得以自給自足 提案人委員羅斯正等人 第126案 有關國軍眷村 老舊眷村 土地及不適用營地之維護 與管理經費 經查該項經費實資金額逐聯提高 至增加基金財務負擔 請國防部檢討改善 並延謀增加俊改基金收益措施 提案人委員羅斯正等人 第127案至第159案為 國軍營設計設施改建基金 自預算提案 第127案 權力經收入增列1億元 委員王定宇等提案 第128案 權力經收入增列300萬元 委員邱成員等提案 第129至第138案 為其他財產收入 自預算提案 第129案 蒸列三千萬元 委員林靜音等提案 第130案 蒸列一千萬元 委員邱成員等提案 第131案 蒸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軍等提案 第133案 蒸列400萬元 委員馬文軍等提案 第134案 正列二百萬元 委員趙天用等提案 第135案 正列二百萬元 委員趙天用等提案 第136案 委員蔡氏英等提案 第137案 增列兩千萬元 委員羅智正等人提案 第138案 凍結一百億 七千三百五十萬八千元 委員温霞等人提案 第139案 基金來源財產收入 增列兩百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140案 政府波露收入 政府其他波露收入 凍結十分之一 委員吳施淮等人提案 第141案 政府其他波露收入 增列四百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142案 有關於基金用途 第205厂 簽建專案計劃 其他支出 凍結一億元 委員廖宛如等人提案 第143案 有關於基金用途 資安園區專案計劃 其他支出 凍結985萬元 委員廖宛如等人提案 第144案 老舊銀社整件計劃 减列兩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145案 老舊銀社整件計劃 减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146案 老舊銀社整件計劃 减列一千萬元 委員蔡世英等人提案 第147案 老舊銀社整件計劃 减列一億元 委員羅志正等人提案 第148案 老舊銀社整件計劃 凍結十分之一 委員吳石淮等人提案 第149案 老舊銀社建計劃 凍結500萬元 委員秋成員等人提案 第152案 老舊銀社整件計劃 凍結一千萬元 委員邱成員等人提案 第151案 老舊銀社整件計劃 凍結三千萬元 委員廖宛如等人提案 第152案 工程及設施整件計劃 其他其他支出凍結 三一八千三百三十九萬元 委員温玉霞等人提案 第153案 一般行政管理計劃 减列一千萬元 委員馬文君等人提案 第154案 一般行政管理計劃 减列一千萬元 委員羅志正等人提案 第155案 基金用途凍結二分之一 委員年數分等人提案 第156至第159 为主決議 现在宣讀主決議内容 第156案 活均銀色及設施改建基金 110年度预算案 与基金用途向下 编列老旧銀色整件计划 143億5407万元 较110年度预算案 數增加85億5187万元 其中泡兵 关廟 唐山区 新建工程计划 近年该计划执行情形 多位增理想 年年产生巨額 保留數 其他需原谋改善 提案人委员王定宇等人 第157案 国均銀色及設施改建基金 截至110年8月底止 今行政院核定納入 銀改基金来源之不适用 營地上有253处 面积312.48公頃 人代持续后续处理 且核定纳入来源清测 未处分 營地中征有部分处理 进度缓慢 与人已检讨 进度落后之争 且加速土地处理作业 提案人委员王定宇等人 第158案 近年 盈改基金办理 炮兵关庙 汤山营区 新建工程 计划执行进度 多有落后 成效欠佳 自各年度预算保留 金额依据高不下 永远技术办理 天人委员和志伟等人 第159案 盈改基金自87年 成立迄今 以育23年之久 为部分不适用营地 移管作业之处理 进度缓慢 自核纳盈改基金 其以育10年 为移管之营地 仍有77.50公顷 相关营管作业 予以强化改进 以减少资产浪费 发挥国有土地运用效益 提案人委员何志伟等人 宣读完毕 好谢谢 我们把今天的提案 都已经宣读完毕了 我们开始来处理 不过这个在处理前 跟各位委员 还有我们这个列席的长官 说明一下 基本上这都是 跟预算处理差不多的方式 所以原则上 支出的预算提案 我们以分支计划为 并案的原则 然后并是讨论的情况 我们来做一些弹性的处理 那第二个就是 并案的冻结或删减 我们会选择 其中一个提案 为主案的方式来处理 当然如果只有一个案 我们就用那个案 如果是可以并 我们就来并 第三个就是说 国防部如果已经 针对这些提案 有跟委员沟通 而且达成一些共识的话 也请 这个能够提出 这个沟通的结果 或者 动删的建议数 不过 最后还是 我们还是会尊重委员的决定 那这以上 先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好 那现在我们就先来进行第一案 国军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 生产事业的这一部分 我们请说明 委员好 金费局长报告 本案为马文军委员提案 增略制成品销货收入2000万元 请以至委员办公室提供完整的资料及说明 同意依委员提案办理 请委员指导 好 那马委员在吗 那这一案是有同意吧 那我们是不是就 照这个马委员的提案 正列2000万元 第二案请说明 本案为明昌卓委员提案 增略销货成本5000万元 前以至委员办公室提供完整的资料及说明 同意依委员提案办理 请委员指导 好 林委员在 那是不是我们就 照林委员的提案 正列 同意正列5000万 第三案请说明 军委局报告 第三案是由温玉霞委员提案 因为后备军人召集优待条例 增加门诊量 连带收入 门诊收入增加 那以至委员办公室提供完整的资料跟说明 那同意免以增列收入预算 建计同意照列 好 温玉霞委员同意照列吗 好 那我们本案就同意照列 来第四案 第四案是由温玉霞委员提案 因为后备军人召集优待条例 会增加住院的医疗量 增加医疗收入 那以至委员办公室说明跟提供资料 或委员同意 住院医疗收入增列下修为500万元 请委员指导 来 温委员 好 那我们就改为增列500万 好 所以第四案改增列500万 来第五案说明 第五案是林昌卓委员提案 对于医疗基金的砸项业务收入 增列500万元 以至委员办公室说明 其提供资料 或委员同意 砸项业务收入 增列预算下修为50万元 请委员指导 那林委员 这边是不是同意为50万 好 如果同意 我们就下修为增列50万 第五案的部分 好 您现在请说明第六案 第六案为政治资源局的提案 感谢马文君委员的指导 在已经向委员办公室说明 同意增列100万元 感谢委员指导 那这个六案跟七案 第七案为温玉霞委员的指导 委员希望 一提案办理 增列100万元 好 所以 这个马委员跟温委员 是不是都同意 改增列100万 是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本案我们是用 温委员在场 我们就用温委员的案子 那同意增列100万 好 第八案到第十案 针对第八案到第十案 均为增列劳务收入的科目 感谢马委员 还有廖宛如委员 及罗自政委员 对福利站及营站贩售 福利品收入逐年下降的提案 已向委员办公室说明 同意并案增列100万元 谢委员指导 好 来 这边 商务委员有没有要补充 来 罗委员 我同意就增列100 但是就是说 请国防部还是要认真去检讨一下 我们知道 延站跟福利站的收入 当然不是为了要赚钱 但是也不能让人家觉得说 你就是基本上 没有那么任何企图心 把它基于好 因为这些钱赚回来之后 还是回到我们整个基金的管理 所以最近在检讨 我们现在基金好像都是 经常越来越少 公寓算可能要有必要动支等等 所以这一块还是要请政参局这边好好去经营 是 是 是 谢委员指导 好 那我们8到10案并案 同意增列100万 我们以罗委员的案子 做这个并案 好 然后再来第11案 第11案为马文君委员指导 你向委员办公室说明 同意改列组决议 谢委员指导 好 那本案我们就同意改为组决议 第12案第13案并案 针对第12案到13案均为增列业务收入的科目 感谢赵天宁委员及蔡世英委员 对改善福利事业管理明令衰退提案 你向委员办公室说明 同意并案增列300万元 谢委员指导 好 第12案第3案 那有没有要说明的委员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本案以赵天宁委员的 12案13案并案 增列300万 来 第14案 第14案为廖婉如委员的指导 你向委员办公室说明 同意改列组决议 谢委员指导 好 廖委员有没有意见 没有没有 我们就改列组决议 来 第15案 第15案以后 开始是属于支出的 来 第15案 请说明 第15案为王定寅委员提案 冻结绩效奖金1000万元 前一支委员办公室提供完整的资料及说明 委员同意改列组决议 请委员指导 来 王委员在场 有没有要说明 没有的话 有没有 有 来 请 主席是在那队 我这边都看不见 在这 好好好 这弄得好像迷宫一样 好 这一个案子 第一个基本上改成主决议 本席同意 第二个我还是希望 在国军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 我们的所谓的绩效奖金的要点 要更透明 你们的上限72%扣掉必要的收益 然后结余有一个上限在1亿5千036万元 那怎么样去派发这些 那怎么处理 我觉得奖金的透明度 对于鼓励我们的同仁 跟对纳税人的交代很重要 所以改绝 主决议我没有意见 这一千万要不要动 要不要删 简六我尊重 但是透明度 我们会持续年度来 不管是这一笔或任何一笔 以上 谢谢 好 谢谢王委员 那我们第15案就由冻结改成主决议 好 那我们接下来16案到22案 请说明 16案至22案分别由林昌佐委员 马文京委员 蔡思英委员 及罗智政委员 及王定委员 针对啊生生产事业的消货成本 提案指导 分别以向委员办公室啊 提供完整的资料及说明 建议同意啊 并按简列五百万科目自行调整 请委员指导 来 我们各委员有没有要说明的 来 林委员 呃 我稍微这个再追问一下啦 因为这个虽然有来说明 那我想几位委员 大家也都同意是简列五百万元的方式 但是我想问的就是 因为我看到你们的说明啊 他主要是说是参考前两年的这个绝算数 那我觉得既然说每一次都 每一次其实这个绝算数 就花的钱都比预算数还要少 那是不是应该是回归到这一些 印刷的这个成本费用 他到底是多少钱 而不是说看前两年的预算 来估计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调多少 然后以及物价指数的编列的这种算法 应该还是要回归到到底印这些东西 是要多少钱嘛 那现在当然就是说 大家在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 最后一个简列的共识 但是其实这也只是大家 委员之间的一个共识啦 我觉得也不是说真的回归到这个 这个印刷出版品销货成本本身 他到底要多少钱 我觉得这部分还是要清楚一点啦 谢谢 好来王委员 然后马委员 然后罗委员 来王委员请 好 好谢谢哈 第一个在国军生产及服务作业基金里面 我们把两笔钱拿来比较 你们的业务收入都可以超过百亿 那在成本上有一个叫业务费 一个叫做销货成本 那业务费用 其实你们是逐年往下掉 而且还创新低 表示你们在控管成本上有所成就 这个要肯定 但是很奇怪 你们的销货成本 107年成本是84.69% 然后109年度就涨到94.51% 然后接下来110年度跟111年度呢 提高到 销货成本提高到95.14跟95.39 却是大幅的上涨 也就是说你们在业务费用的成本是可以往下走 而且你们的那个营业额 大概这几年 像110年111年都可以达到百亿元 所以销货成本的提高 我没有看到更精细的说明 因为销货成本会来源有很多 不管而且牵着你卖什么东西 怎么样搭配来卖 所以有关这个销货 而且我们这个勾行独自的东西 其实销货成本一直往上涨 也有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本席建议是简列啦 那至于简列怎么处理 我尊重主席裁决 那我也希望 我们在管理这一个生产事业的时候 对于各项成本的下降 它有一个合理的说明 成长也要合理的说明 我有时候为了扩增业务 我会增加业务费用 有时候我增加了这个费用 是因应什么变局 可以更清晰啦 以上 好 接下来请马委员 谢谢主席 针对生产事业的部分 其中其实像军备局 目前衣服也不卖了 那各厂库以前有很多自制研发的一些项目 现在有很多几乎都是代购 然后只赚手续费 所以很明显的 像在这些收入不断的萎缩 可是又没有办法去控制人力成本 它逐年的增高 所以造成你支出不断的增加 也没有办法去拓展你的收入 所以对于基金的永续 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 那像这十七十八就一起说 那在业务收入的部分 其实它的比率只有0.3% 已经创了五年来的新低 它其他很多的收入 看起来账面上好像还不错 不过最重要的都是 比如说像卖主产 或者权利金 公败民领的这些一些方式 所以就这个部分看起来基金 其实未来可能很快 大概就倒了 所以其实在这里 我们还是要提醒 怎么样去有一些精进的作为 那比如说像服装跟清兵器 现在都不自己做了 可是你现在一直都外包 可以买得到 那未来万一被封锁的时候 它很多状况可能都会发生 就像疫情发生的时候 口罩的状况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是国军非常必需的 我相信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想办法 去做一些自己可以发展的能量 我也是建议要删减 好谢谢 来下一位请委委员 其实几位委员看到的问题是一样 就是在消货成本这一块 所以内容到底是什么 可不可以请正在去说明 另外就是说 根据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 就是说 主要是因为迅持专案 那个所谓原订单的价格下降 所以至此成本相对增加 我不太了解那个逻辑在什么地方 这个说明一下吧 金贝吉 喂好 金贝吉 有几点说明 第一个 我们主要基金的这个收入 比较减少 当然是跟109年的性质案的整个 的单价调整 会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这个案是107年的时候 審计部啊 调查了说啊 觉得我们 性质案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精品了 所以说叫我们陶子专家 由原来的1亿381万元 调整到9000 9000多万 那就是一台车就少了快1000万了 那如果说以当 当年交装45部的话的话 就少了4亿5了 所以这个就 那另外 销售成本的话 是因为 近期的这个 呃 所有的东西啊 都涨价 物价都涨价 那我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 那我们生产制造中心 最主要的产品的东西是 锂、铜跟钢 那这几种 那锂的话 在109年的话 它是每一吨是每斤是1758元 到我们110年的时候 已经到达 3110块的美元 占了1.79倍 然后 统的 占了0.79倍 那统的部分的话 是从 109年的6156块钱 占到现在111年是9972块 也是占了0.6倍 那 钢的部分的话 那从 一吨啊 新台币 220,079块 去做了一些沟通 我们是不是就 这个同意并案简列500万 那以马委员的案子 来做那个 然后另外呢 这个并列500万之后 那个科目之行调整 好 那接下来我们 请说明23案到26案 第23号到26案分配 由马文青委员 说明的 哪委员 针对23案跟26案 23案 这个行修费用向下的 修理保养及保固费 制作者 编列的预算 从109年 是编了5900万 然后 接下来 111年度 其实我们 编列的预算 爆增到 爆增了5200万 已经到达了 1亿1000多万 所以就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得到 现在做出来的东西 它要卖出的成果 成效并不好 可是你每年 保養機器的成本卻逐年增加 這有點本末導致 雖然你賣不好 可是身材工具還是要維修保養 沒有錯 不過你至少你要做到平衡 你花一分錢 你也要有一分錢的效果來回收 我想這個是要去加強的部分 那另外26案 這個也是你就是行銷費用 這個也是大概只花了6500萬 可是在編列上顯然太腐爛 編到1億2000萬 我們要求要何時編列 好 這個23到26 我想這部分剛剛馬委員又有說明 那我這邊又有提案 基本上 這個行銷推廣費 這些等等的費用 也受到一些疫情的影響 所以有時候實體展能不能順利等等的 所以我這邊也提出了這個刪減的部分 那23到26 我們就同意併案來檢列100萬 這國防部應該也同意啦 那這個以本席的案好不好 第25案 然後科目自行調整 那我們用25案來處理 那我們就併案簡列100萬 謝謝委員 來接下來27到28案 第27至28案 由王定宇委員關切業務技巧 及精品生產製程等議題 提案來指導 以向委員提案委員辦公室 提供完整的資料及說明 建議第27案沒以簡列 第28案沒以凍結 同意預算招列 請委員指導 這兩案都王定宇委員的案子 我要簡列還是凍結 待會我們討論一下 第一個在第27案的部分 當然我這邊給你處理的是公關慰勞費 公關慰勞費 你們當然是有地方的工作要做 主要是民政業務 當然我這邊提到的是 有關你們的業務收入減少了13.44億 那業務收入減少公關慰勞費 是一樣 這個合不合理 這第一個要探討 第二個你們跟我回覆的 減少的原因是因為 這一個 迅持專案的CM34的輪步車呢 這個三輛就減少了3億多 然後呢多功能雷關機 143項減少了6億多 業勢進減少了8億多 我請教你這個減少是 這些項次 降價了 還是相次不見了 減少的原因是 這幾個這些品項我把它 本來要做5個變改做2個 還是說我做5個現在平均單價降下來 它的金額減少原因是什麼 那個性質案的是 是因為整個降價 所以才往下掉的 那你剛才回答說 原物料上漲 然後 你如果跟我回答降價我就覺得很好奇 我們在前面幾項你講的是 原物料上漲 所以我們的 這個成本一直往上走 走到94、95嘛 那你這個減少金額 就業務收入 減少金額 是因為 你們全部單價都往下掉 還是我要做的數量減少 到底是哪一個 單單價往下降 然後數量也從75量變72量 那為什麼 超少的 威魔縮小 物料上漲 你們單價還可以下降 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下 那單價 對 跟委員報告 單價下降是因為107年的時候 審計部來看的時候 認為我們 CM34的車型已經是非常的成熟了 那經過40流彈槍的那個 車型 然後轉變成30的 是 所以它從一億 300多萬 對那個30煉炮嘛 對 然後變成一台變成9400多萬 就減少下來了 然後一台大概減少了七八千萬 不是 監察院講說你們這個已經成熟 你就可以一台減9000多萬 不是 下來說我們就減少 不是之前高報啦 之前高報啦 之前報價報比較高啦 主席幫你下鐵路 你知道 這些疑問齁 不合常理啦 你知道我意思嗎 我們一般規模變大 成本才會下降 是 那原物料上漲 成本會往上走 然後你現在是整個價 價 你的這個收入往下掉的原因是因為減價 減價的原因來自於你數量減少以外 你的成本也往下降 成本往下降是因為 檢察院說你這個已經成熟了 怎麼還包那麼貴 那就變成原來高估啊 要不然你怎麼可以說降就降 董委員 跟你們報告啊 這個因為這個單價降價的會議 是我來主持的 因為主要是因為 局長在推整個修能生化 本來是買總成的 現在是買到零件模組 等於說整個單價都都會可以往下修 那雖然我們是在109年調的單價 但是 後面 後續啊 這個整個 你該講買總成的是整個系統弄好的 以前剛開始買總成 然後你現在模組的是拆開來 我回來排列組合的 對 整個 預算我們統計過之後 那之前 之前買總成 現在買模組 為什麼有這個改變 以往開始研發的時候是總成 但是我們隨著技術的經濟要一直往下 到模組 到原件 所以模組是比較新的 比較好的技術 它成本反而比較便宜 成本比較便宜 是 但是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要檢查下去看了 以後你們才降價 對啊 他如果不看你這9000萬一價 就繼續丟上去啦 跟趙哥報告 其實我們在100年開始交裝到現在 我們就有逐步在做檢討 那剛好109年 剛剛審計部講完了之後 我們就開始 把整個過去消耗經驗全部做個檢討 從總成 自總成一直往下 然後到模組 到原件 所以我們整個 整個料件 增加了10倍 但是整個採購預算 減少了4億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步 等一下你增加了10倍是價錢還是數量 料件的數量 增加了10倍 對 價格減少了4億 這很厲害 不得了的成績耶 這是我209場努力的成果 對 剛剛那個當初爆價有沒有高估 那個主席我建議 因為我第20 2728都我的案 其實28有一桶 28是因為我們的輕重型的狙擊槍 那我看到你們解釋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備料不及 所以舊的就緩截角嘛 然後還補上來 我們就按照旗程來換了 如果 如果軍備局五角這邊 會有209 因為成本控制或技術提升 你可以把它省4億多 這當然要技工啊 但我的意思是說你們要個完整說明 否則齁 我剛才講的是一個基本常識嘛 我做越多應該越便宜 就你們做越多齁 你們減少反而變便宜 然後呢 原物料上漲應該會越來越貴 你們又可以往下降 然後這邊又卡到一個點 監察院點了之後 你們就一個減了9千多萬 那當然大家就會擔心說 那如果監察院沒看到 或者我們立法院沒看到 那這9千多萬又加上去 那錢被誰賺走了齁 所以我肯定你們有辦法 在這樣子的狀況下 還可以降價下來齁 就是說增加了10倍的量 結果減少了4億的成本 這個是很 坦白講不容易的事情齁 是不是讓我著動 然後你一個完整的說明 也不用經過同意說明 讓我們看一下 你到底怎麼完成的 那我們透過這個說明 我們主席委員會 我們委員會 將來可以看看你們其他的部分 有沒有類似的模式 否則沒看到的話 就維持多9千萬 有看到就少9千萬 喔這個 這個量大的話 金額相當大齁 部長動議是齁 我要看你們這個 完成這件事情的模式在哪裡 到底怎麼完成 採購量 這個增加10倍 金額卻少了4億多 然後前一個答案告訴我們 成本上漲 所以必須漲價 漲到94% 這邊反而成本上漲 你們卻是往下降價齁 這個說明要完整 OK 我的邏輯我搞不太懂 這樣 那我們2728 是病案處理 凍結100萬 是不是 幫我委員 凍結100萬可以接受 那 那代提出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幫我委員就是 幫幫招委 建議就是 檢列100萬好了 檢列100萬 是是是 等一下等一下我 等一下我 還是要檢列 那個 局長 我不用同意就死的動資 你只要書面報告進來 我看得出來 甚至於你們如果做得好 我還跟 要跟部長報告說 這個值得嘉獎 我現在不懂你怎麼弄的 所以 凍結100萬 不用經過同意 你書面報告進來就可以動資 你要改成檢列 是 改成檢列 是 那也好 你要省哈曼寫報告 是嗎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你不想寫 那100萬買一份書面報告 你不要啊 因為他的預算是很寬意的 要砍可以多買一點 那表示你原來 預算真的編得有點寬 那 改書面報告 那我要檢列200萬 是 我加100 可以嗎 包文你改書面報告好了 對啦 你書面報告就 也不用同意 報告進來就可以動資了 又不用做事 所以請 不是 這個 就是 你這樣預算會在懷疑 你是說 他檢列不用寫報告 你現在 你動捷他要寫報告 兩張A4你可以 有100萬 你不要 你們預算編得 有點鬆喔 好 那這樣 2728案怎麼樣 公布你們 是要檢列還是要動捷 動捷齁 那就照我剛才的 這個 建議的 提案 我們2728 我們又27案好了 然後 病案 凍結100萬 那 提出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主席 你們的書面報告要 詳實的寫 你那個成本變動的原因 好不好 我才能看懂你的脈絡 公布要詳實的報告 好不好 提出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好 我們接下來處理 29到 35案 第29 誰 這 趙 趙委員要補充 是不是 因為現在進入到29到35 那我是第32案 那就是說 因為我們有發現說 整個 整個生產的 各個工廠 那 它的武器裝備的生產 變得很重要 但是後來發現說 偽製的相關的一個部分 它有備料不及 或測試不順的問題 所以 截繳期程有時候都會 delay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之下 我們認為說 應該要 予以刪減 然後來去做一些監督 這個是我的意見 所以等一下你們說明的時候 麻煩說明一下 謝謝 來 還沒有 官部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官部要不要先說明一下 官員好 這個 今天就要說明 近期啊 這個 對調不及 還有那個是 大部分都是受了 疫情的影響 然後 國外的一些 產品啊 都進不來 像官方館這些啊 進不來 因為 有疫情有影響到 那其他的 部分的話 也有一些 因為國內的疫情的部分 以至於啊 生產不是很順利 所以啊 整個 的延宕 那另外還有部分的是 在 研發期間啊 因為 遇到啊 這個技術上的 問題 還沒有克服 那這些啊 我們都跟金總啊 委婉的說明 然後更改了 這個 交貨的這些期程 以上報告 好 好 來 這個 其他委員有沒有 來 林常祖委員 我是針對這個 業務成本與費用 裡面的管理 及總務費用 啊我針對你們的說明 其實我還是看的 不是太懂 因為 在這一塊裡面 前兩年 其實 都是 超支嘛 都是超支 那所以 在 呃 這個今年 卻 呃 預算還是 還是 減少 那所以 我看到你們的解 解釋是說 去年會超支齁 是因為 我們 以這個 預估剩餘數 三億六千 多萬元 為基準 那所以 呃 極力爭取 委制訂單 提升生產量等等 那我們今年 沒有這樣子的需求嘛 我們今年 就不極力爭取 訂單嗎 這是 讓我覺得有點 而且最後 齁 所以好像你們 不管說 凍結或刪 我反而會擔心說 這樣的解釋 是不是真的是 凍結或是刪除 都是可以 簡列都是可以 齁 謝謝 好 有沒有其他委員 好如果沒有 我們來處理這個 29到 35案齁 這部分我們 並案 官方部 同意檢列 300萬 齁 那我們用 趙天林委員的案子 齁 來做處理 齁 那就29到35 我們 並案 檢列 300萬 齁 科目自行調整 好接下來 我們處理 三十六三十七案 第三十六至三十七案 分配由 招委 關切生產事業的 研究發展 及信用費用 等議題的提案指導 以分配向 這個 大委員辦公室 來提供完整的資料 及說明 經委員同意 第十三十六案 預算照列 第三七案 簡列一百萬元 科目自行調整 請委員指導 好 這個 部分我想 我在提案裡面 也說得很清楚 你們也要來溝通 那我三十六案 就測案 那三十七案 三十七案 簡列一百萬 好 接下來處理 三十八案 請說明 第三十八案為 林常佐委員提案 凍結 研究發展及信用費用 一千萬元 請以致委員辦公室 提供完整的資料 及說明 委員同意簡列一百萬元 請委員指導 好 林委員 同意 同意 那我們就 凍結 三十八案 凍結 一百萬 抱歉 簡列 改簡列一百萬 好 來 三十九案 局局報告 三十九案是由邱成員委員 所提的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醫療事業的 雜項業務費用 有關高級救護技術 獎助金的部分 那本案 以致委員辦公室說明 跟提供資料 懇請委員同意 免雨凍結 預算照列 好 邱委員有沒有要說明 好 謝謝主席 我想這個案子 是針對 國軍生產及服務作業基金 一百一十一年度 預算中醫療事業 對於這個 匯費捐助 補助分攤 跟交流活動費 這些向下科目 尤其其中高級救護技術 獎助金 兩百零三萬三千元 那經過我們去了解 高級救護技術員的獎助金 發放對象為領取證書 且完成 當年度國防軍醫辦以 繼續教育者 其中國防部的軍醫局 跟國防部醫學院所屬單位 每年 合發 美元 這個是新台幣五千元 其餘單位 所屬人員合發新台幣八千元 那這個部分 其實 這個 目前看到在109年度 取具高級救護技術員證書 並領取獎助金的人數是255人 但是同時領取 依請獎助金或這個 未請獎助金高達248人 也就是說這個 該領取的人員 既然已經取得高級救護技術證書 去醫局 仍然每年要發給獎金 其這個必要性 是不是要來去討論一下 那昨天是有來溝通 可是目前機關 我這邊得到這個 我們辦公室給我的回覆 就是說昨天溝通是說 這個免雨凍結 但是可以改為 同意三減五萬元 好像跟剛剛您這個回覆的不太一樣 您剛剛是說 預算照列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是不是要再確認一下 我這邊得到的資訊是 同意改為三減 三減案五萬元 好 需要三減五萬 同意嗎 同意 好 那如果同意我們39 來 民主委員不同意 抱歉 我有提案 這個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的原因是 你的提案是 有在這一個部分嗎 現在是第幾案 現在39案 但是我們同樣的案子 但是不在這裡 定個事物案 好 那你表達一下你的想法 我跟他是同樣 但是預算簡列 或是凍結的地方 位置不一樣 好 那我表達一下意見 就是說第一個 我跟邱委員差不多的意思是說 他們這個都 有人 看起來好像每年固定200多位的規模 事實上 像以軍一局為例 大部分都是同樣那一批人在領 你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他需要拿到證照以外 還必須要加一個條件 叫繼續 繼續教育 那拿到證照已經非常困難了 然後再框一個 每年都要繼續教育 所以只有這一群人 這樣變成拿到證照這一群人 然後明年繼續教育 就是又是他們 然後每年都是他們固定的人 所以這個制度的設計有問題 那我們希望說這個證照是不容易拿的 那我們本來是鼓勵的 那以內政部為例 其實大家都覺得 以軍一局這種專業的體系來講 你本來就必須要鼓勵去拿證照 但不是說要發放獎金 但也不是說不能發放 但你要想辦法想一個制度是 要擴大這一些取得證照的人數 而不是同一批人 然後他取得證照了 然後繼續訓練 然後繼續訓練 然後同樣都是這批人 然後這些人有的人借退了 然後有人下來了 然後再看有沒有新的人再進來 否則的話 都這批人在唸 這樣也是沒有擴大他的數量 那個專業的人數的數量 我想這個也不是我們制度設計 所想要的吧 那這個問題要想辦法去解決 而不是指簡略五萬 凍結五萬 那問題要怎麼解決 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問題是 問題要怎麼解決 這可不可以寫一個主決議啊 這個制度要怎麼設計 這個制度要求他們把制度做 更好的一個設計 讓這個取得證照的人數 是真正能夠擴大的 對 然後也不是說老是都同一批人 在獲獎得到這樣的獎益 是不是 等一下林委員提案裡面會提到 對不對 也有 好 那 這個部分 還是請你們寫一個主決議 好 然後讓我們委員可以來連署 是 然後 本案的話 39案我們就尊重這個邱委員的 提案 他是 三減五萬元 是 是 那科目字條 然後剛才那個38案 也一樣 是 同意改為 減列一百萬 然後科目字條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處理 40到46案 40到46案是 江啟成 馬文君 王定宇 林長佐 邱成遠 蔡世穎等六位委員 共同關心 門診醫療成本的議題 那在 之前呢 已經到各委員辦公室 說明資料 已經提供 那 江啟成委員 同意照列 那 馬文君委員 同意 並案 檢列五十萬元 王定宇 林長佐委員 同意照列 那 邱成遠 委員呢 建勤委員 也同意照列 那 蔡世穎委員 檢列五十萬元 那建議 是不是可以 檢列五 並案 檢列五十萬元 以上報告 那 來 各位委員 同意嗎 來 那個 王委員 來 是王委員嗎 來 謝謝 那個 局長這邊說 原來我同意 我們大家併案 檢列五十萬元 這個金額 大家看掛在誰的向下 那我還是要提兩個問題 第一個 你們的門診人數 是減少了六萬多人 當然可能因為COVID-19 疫情等等 門診人數減少 那 你們的 這一個 成本 所謂的門診醫療成本 卻從 前一個年度的92億 漲到97億 多了5億 增加了5% 為什麼 這是第一個 第一個我要問的 第二個 你們是不是最近五年來 你們的 醫療成本預算 的預算數 到了決算的時候 都超過 也就是你們在 算你們的 醫療成本 要嘛就是 把成本 壓低 要不然就是 算得太保守 到最後你們 每一次花 連續五年 最後的決算數 都大過你原來的 預算數 那如果一次兩次 沒有估準 還可以接受 你連續五年 都沒有算準 就是決算數 大過預算數 這個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樣會變成 我在省預算的時候 跟你真的要花的錢 數目不一樣 那省預算的控管 意義就不大了 所以這兩個問題 你回答一下好不好 一個門診數減少 成本卻上漲5%多 是不是有一些 sum cost的 有些成物成本 是一定要開的 它反而成長 或者是成本上漲 你說明一下 合理我可以接受 第二個是要求改進的 你們不要老是 決算數多過預算數 因為常常這樣子 其實真的不好 第一個問題 就是門診人數 減少的部分 第一個是因為疫情 第二個呢 因為醫學中心有這個 門診人數要每年減量2%的規定 所以這個是人數下降的部分 那對於這個 決算的時候成本比較高的部分 那主要是因為受到法令 局長你剛才人數減少 我知道是因為疫情 還有衛福部的要求 是 那為什麼你醫療成本是上漲5%多 後續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受到法令 以及評鑑的要求 以及醫療科技發展等相關的成本 我們會墊的比較高 是這個原因 哪些單項讓你人數 就看病的人減少 成本就增加5%多 你剛才講是 評鑑 評鑑 這堆5億多耶 評鑑還有我們相關的一些防疫的措施 那有時候我們自己也要做一些相關的成本的投入 然後呢 因為在法令上面有很多相關的規定 那也讓我們在不管是資訊上面的投資 或者是硬體上面要符合法令 這個我們必須要每年的投資 這個會後看要給委員報告 你抓幾個大象 因為5億多不是小錢 是 就是說你人數減少了 你一定有減少支出 是 結果你卻成長了5億多 所以實質的成 你剛才講那些原因增加的應該是7億到8億喔 是 才會吃掉下降的成本嘛 是 那到底哪幾個大象 導致 喔我因為資訊的投資 我投資什麼系統要花2億 或者會因為我什麼政理法令的要求 或者防疫的增加 我要增加多少 你抓幾個大象啦 否則這個金額增加是相當多 是讓我們會後把詳細的這個部分跟委員報告 對 預決算數不符的情形 是 是什麼狀況 你們為什麼每一年的決算數大過預算數 因為這個 我們是目前全國的醫療的成本 其實每年都在增加 那我們增加的幅度 其實跟全國的這個趨勢 沒有我的問題不是這裡 我現在講的是預算跟決算 我可以接受成本增加啦 確實有啦 但我的意思是說 你為什麼是試試能料到這個程度 每年都料不準 你每一年的決算數都大過預算數啊 所以你的概估值是不是太保守 還是說你刻意在預算數壓低 那壓低 或者是因為我們立法院把你砍掉 你也可以講 就是說你的預決算數 真的是連續五年 決算數大過預算數 你原因要告訴我們 那如果說是我們給的不夠 必要的開支 我們大家可以討論啦 那原因是什麼 那我們回去做檢討了 那我們就是說 這一個部分 我們會更詳實的去做估算 所以要有原因啦好不好 好 好 那這個40到46案 有些委員是同意照列 那有些委員同意是 減列50萬 那剛剛討論完之後 我這邊我們用 第45案 秋成委員的案子 來建議 決定我們 並案40到46案 並案減列50萬 科目自行調整 好 接下來我們處理 47 48案 是馬文君的案子 47到49 47到49案為馬文君 及趙天穎兩委員 共同關心住院醫療成本的議題 那這個部分 已經向委員 辦公室說明跟提供資料 那肯請同意病案 減列50萬元 請委員指導 好 我們要說你沒有的話 我們就照溝通的結果 47到49案 我們用 第47案 馬文君的案子 那並案 簡列50萬元 科目自行調整 好 接下來我們處理 50到52案 請說明 第50案為 江啟程委員 關心管理 及總務費用 履育費 預算的議題 那 第51到52案為 邱成遠 及溫玉霞 兩位委員 共同關心 管理及總務費用 醫院編列 獎勵 紀錄員工 及團體的預算議題 那這部分已經向提案委員辦公室說明跟提供資料 江啟程跟溫玉霞委員同意照列 那 這樣50到52案 我們依照溫通的結果 這個 50案跟52案 我們同意照列 那 51案 邱委員的案子 我們就 簡列 10萬元 同意 可以嗎 同意 同意改簡列為10萬元 科目自行調 好 接下來 53案 第53案為 江啟程委員提案 醫療事業中 修理保養 及保固費 那本案已經向委員說明 及提供資料 以獲委員 同意 預算照列 請委員指導 我們同意照列 來 我們54案 第54案為 馬文君委員所提列 醫療事業的業務成本跟費用 研究發展跟訓練費用的議題 那以致委員辦公室溝通說明 或委員同意改列組決議 請委員指導 好 那馬委員請說明 就54案的部分 這是醫療事業 研究發展跟訓練的費用 在109年的時候 編列了8億8 決算的實際支出數 110年9億 111年的時候9億5 不過我們看到這個部分 因為連續 他不斷的決算數不斷的也增加 他到底做什麼 然後有什麼樣的成果 你在不斷的一些增加 這樣子的支出的同時 他應該要有上限 你不能說反正我本來研究跟訓練這個是必要的沒有錯 可是你的這個支出沒有辦法做一個上限的規範 我想他就每年一直支出增加 那到底做了什麼 他的成果是什麼 這個都有必要做一些詳細的說明 這個部分也請軍醫局 同意改列主決議 不過也提供一些相關的書面資料 就是他到底做了什麼成果是什麼 好 是 軍醫局報告 那依照醫療法的規定 那教學醫院要 教學的人才訓練經費 要佔的比率是要不得少於年度醫療收入總額的3% 但因為這個每年逐年的總額收入是有逐步上升 所以這個部分要請委員這個 跟委員報告 另外我們主要是人事成本 研究的人事成本增加 專業服務 預算跟專技人員的終點 考費跟相關的研究費用的編列 那我們這個部分我們會去做檢討 那這個盡量減少支出 那做有效率的運用跟研究 謝謝委員 好 那54案我們同意改列為主決議 那接下來我們處理55到58案 請說明 是 第55至58案為 吳思淮、林淑芬、馬文君、蔡世英等4位委員 共同關心高級住戶員講助金的議題 那金像委員說明跟提供資料 或吳思淮委員同意照列 那這個林淑芬委員呢 賤請簡列5萬 那蔡世英委員同意改列組決議 以及馬文君委員也同意改列組決議 那請委員指導 好 55到58案 這是剛才林淑芬委員 是 呃 主席我想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說 其實我們根本不想簡列 那 也 也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本於職責像軍一級這些人 他本來拿到證照以後 繼續訓練 這個專業人士繼續訓練 像醫師也要繼續訓練 老師也要繼續訓練 每個人拿到證照或是執照以後 其實本來就應該要繼續訓練 但獎金要發放給誰 發放在哪裡 讓更多人可以去 可以擴大有這樣的能力 來緊急救護 而不是說同一批人 然後 繼續訓練就可以繼續拿拿這個獎金 這個是錯誤的方向 那我其實 我們不要簡列5萬元 我們想要看到的是說 凍結 我希望是凍結 我希望是凍結 就像王定宇的100萬 他要凍結 他其實是要報告 我們也是要你拿出一個檢討報告 而我不是想要簡列你的預算 所以我還是比較堅持說 那我是不是凍結 而不是去簡列這樣子 好這樣齁 這個55案是同意照列 這是無事外委員的 那56案是林蘇貝恩委員 他要求凍結 那凍結是我們待會處理 那57案是改組決議 58案也是改組決議 這是馬文君跟蔡世英的案子 5758改組決議 那現在林蘇貝恩委員的案子 希望改凍結 那這個凍結訴的話 原本提出來是40萬 林蘇貝恩委員40萬沒錯吧 那這個40萬 國防部這邊呢 凍結然後提 提書面報告 就可以通過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知 好 好 那我們就 56案凍結40萬 提書面報告後使得動知 接下來處理59案 我是沒有經同意耶 我都沒有經同意耶 只提出來 59案全論署報告 是秋成委 秋成委委員 關心服務事業 陽明山招待所 已經核定土地歸還給台北市政府 應加速辦理 所以提出凍結 管理及維護費用 今向秋委員報告 目前執行的進度 後委員同意改列組決議 請委員指導 好 來邱委員 這個部分有溝通過了 我們同意改組決議 好 那59案我們同意改組決議 接下來60案 60案全論署報告 是王定英委員 針對一項是 服務事業 陽明山招待所 有關相關的 在管理及總務費用裡面 有一個專業服務費 是否有重複 所以凍結 13萬9千元 今向委員說明以後 委員指導 也是要節約使用 所以簡略 14000元 科目自行調整 請委員指導 好來 黃委員這邊 黃毅改 這個部分 如果這邊可以說明的話 我對這個案子 我就不堅持了 這個 白書長這邊 就是說 國軍生產服務作業基金 裡面的 呃 預算 在總管理費裡面 有編了專業服務費 針對這個 陽明山招待所 編了13萬9千 後來我們在出租資產成本中呢 好 而我們在這個 管理及總務費用中呢 又發現 他也有編列類似的費用 也20萬6千 所以我還是選擇少的給你動結 希望說明 也就是說 在出租資產成本的 專業服務費 有76萬 76萬1的專案 專業服務 然後在總管理費另外一個相似下 也有專業服務費13萬9千 就一個是76萬 科目名一模一樣 對像陽明山招待所也一樣 然後呢 你們在另外一個科目名 又 總管理費呢 又編了專業服務費13萬9千 所以我才選擇比較少的那個給你動結 希望提到說明 那如果說 他們可以說明清楚 這個案子我可以接受你們的要求 好不好 講一下齁 謝謝委員指導 可以說明齁 出租 出租的資產成本齁 這個76萬1千元齁 主要是辦理這個 額卵筆活動中心的ROT案齁 招商所需的勞務採購契約款齁 以及這個相關審查委員的出租費用等 那另外這個所謂的管理局總護費 這個13萬 這個9千元 主要是辦理 我們都 這裡面的這些 服務事業的聘雇人員的勞保補償金 這個追繳委任律師費用 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委任律師費用 沒有涉及陽明山招待所 的一個管理維護費用 所以兩邊沒有重複編列 這樣 我們就這個 總管費 這個案委員指導 來節約使用 所以 我之前有跟委員報告說 建議減列1萬4千元 科目能自行調整 肯定指導 好 就 那你這兩個項目 是 根據我們預算編列原則 一定要分在這樣子 否則一模一樣的名稱 容易 讓人家懷疑重� 那我對你的說明可以接受 那你建議的底線我也可以 1萬4 OK 來 沒有 我是當事人 這兩個聯請招待中心 這個我們次長還是局長的時候 我們也有交手過 我給大家報告喔 楊明山招待所我本人親自上去過 因為當時是ROT給梅立華飯店 那為什麼那個ROT會廢掉啊 拖了10年啊 因為當時這個是國家公園保護區內的 然後保護區內怎麼可能照蓋招待所 但是以國軍之需啊 徵用 沒關係我們就蓋了 但是你國軍使用 提供國軍這個休閒喔 這個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但是不給國軍使用 要直接ROT出去 還商業這個變成商業上的這個設施去去販售服務喔 那可能就會惹來爭議 因為他本來就是名不正言不順 法律上不許可 那因為法律上不許可 你還給他ROT出去齁 所以後來這個案子是廢止的 廢止的這個ROT案是廢止的 所以這個地方我去過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我不懂為什麼要維修費用 因為那裡 因為美麗華要ROT的時候 他是蓋到一半 然後廢止了 美麗華要ROT的時候 那裡全部都拆掉了 事實上是要重蓋 什麼他幾乎都拆掉了 裡面剩下柱子 然後那個結構都他 他幾乎就是要重蓋 我在現場我還拍過照 我如果要掉資料檔案也都還有 他其實是假裝要整件 但是其實是全拆掉的 我去過現場齁 那你知道你們現在又有一個 把他ROT案就是墾丁 墾丁以前的那個招待所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伊州康也大幅報導過 問題發生在哪 他是蓋在寶玉的珊瑚礁礁體上面 這個在環評上可能也是很 很有問題的 所以我不知道說 你們又不給他ROT出去了 因為從國民黨執政時代 就停止了 拖了這麼多年 結果現在又給他ROT出去 還在招標當中 讓我瞬目節省 我本來不知道這樣子 所以這個案子 我覺得大家還 因為頗高度社會爭議 因為都在國家公園 然後都有涉及到保育的事情 然後都還有涉及到以前就遭傷 然後被停止了 那現在有什麼理由可以重新啟動 那你跟以前的時空環境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非常的起人一鬥 所以事實上我是覺得 你建議怎麼樣 我建議當然這個預算案我們是沒有提 我是支持王定寅的案子 是不是應該重新 在參考以前為什麼 停止的原因和理由 然後要重新檢討一下 寫一個主決議好不好 那個主席我建議 我同意那個簡略訴 至於剛才林所謂 簡略是一萬是不是 一萬四吧 一萬四 那就 入外在那個 主決議的份我也贊成啊 就是把這個案子把它理清楚來 好 OK 那個何志偉 可不可以麻煩救教一下 現在這個所謂的招待所的現況為何 然後 你們 從94年 一路到現在 到底都在 花了什麼錢 在做些什麼事 可不可以把那個脈絡公文說明一下 畢竟 這裡可能是風景景觀 還有生態保育區 可不可以稍微 來公布簡單說明一下 簡單說明就是 現在在 已經核定 因為土地所有權能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我們依規定 要移交還給台北市政府 但是在移交前 去年12月 台北市政府 請我們提出一個修復計畫 那他12月份也核定 3月份再辦理波用回給台北市政府 手續都在進行 但是再沒有確認 到行政院核定移交還給台北市政府 那財政部也核定了那個公文 之前我們 能有管理維護的這個責任 因為裡面也有一些 所以你將還要移播給台北市政府 手續都在辦了 那現在因為沒有一波錢 我們要管理維護 所以編列的經費 這個前面那個案就是20萬 局長你這個講法可能有法律上的問題 因為我據過現場 那你沒有牆壁 沒有天花板 然後只剩下幾根柱子 當時就是要偷天換日 我就剛剛講了 他說要整建 申請整建 但事實上是整個都拆掉要重蓋 他這個是以為沒有人注意到 後來有蓋嗎 沒有沒有 都沒有蓋成 那我們去了 那沒有蓋那要維護什麼 沒有我現在講說 他現在在法律上幾乎是一個廢墟了 他也沒辦法再修復 事實上修復整建有一定的法律的規定 你拆成那個樣子 已經是建築物毀損掉了 不可能 他蓋就要重新申請執照 可是他不能夠有整建和修復的名義 這個是可能違反法律的規定以外 他去申請執照是申請不出來 因為他是保育區 當時是在國家公園還沒有成立 還有就是國防軍區所用的這個基礎上 才允許他去蓋 那如果國防軍區這個基礎沒了 現在又是國家公園了 他申請不出執照來的 不可能給他蓋在保育區裡面 核心保育區裡面 還給他一個建造 台北市政府也做不到 那你沒有一個建築 舊的建築在那裡 他不能夠用整修的名義去蓋一個新的設施 所以我們去修復 他沒有修復這件事情 他已經是一個拆掉的建築物了 不能夠修復 基本上他這個也不是修復的費用 你們現在等於是在管理他 等待移撥給台北市政府 但是這個林委員的意思是說 針對包括像陽明山招到手這一類的這種招待所 不管是ROT或你們的管理維護 能夠有一個主決議 希望廣部能夠針對這一些招待所的 不管是ROT或者他的維護管理 要提出有效益的做法 是這樣的第一個 楊明山連勤招待 舊連勤招待所這個事情 他還能不能以整建的方式進行修復 我覺得這法律上的疑慮要釐清 至少我個人認為他已經不是了 第二個 當時這兩個案子所涉及到的法律上的爭議 或者是說這個保育上生態上的爭議 是不是已經釐清了 然後得以允許再繼續ROT 這個案子就是說這個要重新釐清 那我再跟大家報告最後一項就是說 這個都是為什麼大家喜歡在這個地方ROT 因為這個景觀叫做壟斷性 因為所有的OT、ROT、BOT案 大概都想要說智場性要高 而觀光旅館業是智場性最高 他不用我們不用ROT出去 事實上觀光旅館業是商業機制最成熟的 那疫情期間除外啦 特殊因素 但是在於商業機制這麼成熟的東西 你又具有壟斷性 只有你可以標得到聯勤保育區裡面 有一棟可以營業的住宿空間 或是在這個墾丁國家公園裡面 礁石上那個珊瑚礁礁體上 獨特獨意外 那挨邊就是海邊這麼漂亮的美景 這個是壟斷性的 所以大家都爭著要來 這是商業利益非常高的地方 我先處理六十案 六十案基本上就是 三減一萬四千元 那科目字條 那剛才這個林所提的是 整個關於這個ROT 你這些管理的這些等等的 那應該提一個主決議案 那羅委員是不是有要 就同意主席的決賽事 好來 那是不是就這樣處理 好 報告 報告我再補充一個內政部 在2005還是2006年 就通過一個內部的決議 他們有正式的發函 就是國家公園以內 時候就不再辦理BOT ROT 國家公園裡面因為是壟斷性 獨一無二大家會搶標 事實上是也不適合去做規管 委員提出來的這一些 參考內政部的規範 他的這個意見 請光布你們在主決議案的處理當中 都納入這個相關的檢討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處理六十一案 廖婉委員要說明 那個楊明生招待所 是議員那一塊嗎 議員那一塊嗎 現在講到這個重點就是 我們在給台北市政府那個 不是所謂的ROT 最主要是 就是議員 沒錯 裡面因為有個議員 他是歷史建物 所以台北市政府我們要歸還錢 他說你這個歷史建物 依文之法 要給他一個再利用 或一個修復的計畫 所以我們談的是這個 這個沒有ROT 完全按您委員講的 我們會尊內政部的指導 那那個是六十案 是文之 其他的那一部分 你就一樣用那個主決議 去把它做一個檢討 我只問說 那一塊什麼議員 我是覺得國安部很奇怪 不管是歐蘭比那一塊 聯請招待所的那個 那個楊明山這一塊 還是歐蘭比那一塊 我是覺得 國安部不能每一次都把你們 最可以休閒的地方 全部都交出去 像這一塊就交給台北市政府 那現在俄羅蘭比那一塊 現在要ROT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你們本身 就應該有一些休閒的 現在每一個單位都有一些 在主要的警官區都有一些休閒的 你國安部的福利在哪裡 現在全部都把它交出去了 當然這是之前的過程 因為之前我們都去過參訪過議員 那我沒有很意外 是後來用ROT的方式 當然那是國家公園範圍內 歐蘭比那一塊 也是國家公園範圍內 但是我是覺得可以的話 你們委外經營或者是所有ROT都可以 但是至少把它留下來 現在你這塊要交給台北市政府的話 你未來如果說能夠修建 ROT的情況之下 對未來的軍事官兵來講 都有一些優惠的話 就是一種福利啊 那不然的話 全部都交回給政府 全部都國安部 什麼都沒有 我是覺得 那你們的福利到底是 國安部等個軍種的福利在哪裡 我是覺得很可惜啦 當然這些都是精華區嘛 官方發電目標啊 鎖定啊 你們ROT當然是搶 但是不管是 你們沒有能力整修 但是呢 如果ROT之後 不要說像防衛 台北市政府 他們經營啊 當然裡面是有一些 議員那一塊的鼓蹟 我就沒話講 但是呢 有時候 ROT整修完之後 未來條件就是對 國軍官兵的優惠嘛 這一塊對你們來講也是一種福利 那那個 還有 蔡氏應 蔡氏應 不好意思都沒說話 說一下齁 那我確認一下齁 如果照剛才我們幾個委員講了 楊明山招待所的這塊土地 部長也在嘛 就講一下未來要怎麼處理嘛 因為看起來是完全不能開發 還不能開發就不要再做後續的事情 因為它是涉及到鼓蹟嘛 對不對 沒有 現在說要還給台北市政府嗎 對 因為它是所有權能已經核定 之後是要還給台北市政府 現在在辦手續了 所以我現在在確認一下說 我要確認就是說 這塊土地上面到底還有沒有 國防部的資產 或者是 這個我第一個問題是這樣子齁 我是我的建築物啦 那 這第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又寫說有鼓蹟說我想要確認一下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這個土地是要還給台北市政府嘛 對 所以那 你們作業已經作業多久了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 九十幾年 然後又停掉 現在 我覺得我們的速度 你們講一下你們要 什麼時候完成交給台北市政府 我想部長也在 我們相關人員都在今天就講一講 那我們委員會知道嗎 以上 因為這個土地所有權能齁 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我們 跟他們協調在 之前就已經核定土地要 歸還給他們 因為他們是所有權人齁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開始要歸還給他的手續 他就說裡面 台北市政府齁 主張裡面有個一圓八角 歷史 是核定的歷史建築 要還給他之前 要給他做一個修復 所以我們呢 就要完成一個計畫了 不是我們負責修復 至少要做個計畫 所以我們計畫 報給這個台北市政府 在去年的十二月二十七號 他終於就合併 這是起步的第一點 起步完了以後 他就發文給我 申請要撥用這一塊還給他們 最後要報到財政部 轉型任務核定 所以手續都很積極 三月份 他撥用的手續 公文我們已經回復給他 所以他有一定的法治程序 現在都很積極在辦理 因為他所有權人 所以沒有ROT案 而是他們將來要去接收 來再利用 以上報告 好 那我們就 主席那我們就建議 就跟他 我們做個主決議 好不好 對對對 有請他們做一個主決議 然後另外六十案 我們就是同意檢驗一萬四千元 接下來我們處理六十一案 請 空軍報告 六十一案 是將啟程委員所指導 針對服務及作業基金 服務司業頭的訓練費用 的這個議案 本案已向到委員辦公室溝通及說明 並提供資料 請請委員同意下修簡列預算十萬元 科目字條 請委員指導 我們六十一案 同意簡列十萬 然後科目字條 好 謝委員 說明六十二案 六十二案是邱程元委員所指導 有關生產服務作業基金 服務司業裡頭的服務費用 相關的指導 本案已到委員的辦公室溝通說明 並提供資料 或委員同意免與凍結 該簡列預算十萬元 請委員指導 有這個有了溝通了 所以上我們這個同意 同意簡列十萬 好 同意簡列十萬 六十二案我們改 主席 簡列十萬科目字條 謝謝委員指導 接下來請說明六十三六十四案 六十二跟六十三跟六十四 都是同樣一個科目 都向下都是一樣的 就是有關的是人數會用 主席 你說六二六三怎麼樣 六二跟六三跟六十一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人數會用 六二六三是不是 對 跟六十一三個案其實都是一樣的 六二六三六四 六二六三 六一有嗎 六一也一樣 六一沒有 六二六三六四 六二六三六四 這是有關人數會用 有關人數的部分 但這個人數會用 雖然我同意測案 但是我想說想了解一下 你們測掉一個單位 那這個單位的人是應該多出來 可是你又把他編到另外一個單位去 那那天有來解說說 因為要多了什麼什麼什麼服務 可是如果單位測掉的話 應該多出來的人是不是要簡列才對 到最後我們又是把他放到另外一個單位 那不是很多人 原來那個單位本來就有人在做服務了 是 報委員在跟這個委員說說明 當初這 我們這三個就是三個聘僱人員 他們的主要業務其實是有三部分 一個是清泉鋼的高爾夫球場 另外一個是 有關我們的所有的這個 十七處 在我們營區裡頭的營戰 第三個是我們的空軍官兵活動中心 他們本來就是 負責這三項的業務 那現在 是 裁調的一部分是有關空軍官兵活動中心 現在已經沒有了 那只剩高爾夫球場跟營戰 實際上他減少的業務並不多 那實際上他能來 例如說這十七個營戰 仍然是他主要的業務的一部分 所以說我們當初 編這三個人就沒有 並不是這個人力很足夠 這三個人就管這三大事業 其實比如說只有這個 這個活動中心這一小部分減少了 所以說我們仍然需要三個人 來執行這方面營戰 還有高爾夫球場的這個管理業務 所以說跟委員說說明 主席我再跟他們講一下 我們希望我們這個在過通的時候 不要像疊對疊一樣 你跟我講這個 你去跟他講又講那樣的方式 講的兩邊的方式都不一樣 結果我這邊同意測案那邊 你又同意他減捏十萬 我覺得這樣子好像對我們也很不公平 你講的這樣子我們都 我們這樣子想想 這是沒有多少錢 我們也就算了 可是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不對的 謝委員 不要像疊對的一樣 跟委員報告 當初委員您這個非常的支持 所以說當初您就直接提出來說 是直接同意測案 那我們當時有跟辦公室有做說明說 實際上我們就定他其案 是我們一起簡列十萬元 謝謝委員支持 等一下齁 我再說明一下 六十二案十一上雖然也是簡列十萬 只是六十二案是減在服務費用 他不是人事費用 是服務 六十三案溫委員的案子 是在用人的費用 所以你要減那個是在人事的部分 用人的費用 六十四案也是用人的費用 所以我們的建議是 六十三案跟六十四案 一個是溫育俠委員所指導 另外一個是吳思懷委員所指導 針對用人費用的部分 那請委員支持 今後我們說明 同意簡列十萬元 那吳思懷委員 我想我跟國防部 跟空軍溝通的過程裡面 有一個觀念 我是建議國防部可以參考 當然我看好幾個委員 也都有提到類似的觀點 裁設你應該把原額拿掉 實際還在運作 你就應該編進正式的人為費 而不要老是用基金讓每一年 大家來審 你實際有需要 而且國軍官兵的確有休閒的需要 有這些服務和福利的需要 既然有需要 你就想辦法把它編進去 正式那邊變成人為費 就不用在這裡吵來吵去 該發薪水發薪水 該做事做事做不好檢討 我覺得正本清源應該是這樣子的做法 所以我同意空軍參謀長剛才的說明 來辦公室 我也提出這個建議 這一點我請部長參考 因為現在時代不一樣了 國軍官兵該爭的就要爭 該有事情做的就要給錢 多的農員就要裁掉 現在時代不同了 那不能人家說什麼 你們就同意什麼 那國軍還要不要搞下去啊 所以我覺得該爭就要爭 按規矩按法制來 好不好這是我的看法謝謝 好 這個權利義務責任把它分清楚啦 是 好不好 哪些是你們的福利 哪些是你們該做的事 該花的錢 這個都公開透明啦 好 那我們就 六三六四案 並案 同意 簡列 十萬元 報 報他現場 說那個委員剛剛知道說他同意照列 六三案同意照列 六三六四 那六四咧 胡思愛委員 你同意照列嗎 同意 那六三六四我們就同意照列 是 謝謝委員支持 OK 那我們待會11點鐘休息10分鐘 那我們現在接續處理65案到66案 這 趙薇豪 第65案 第66案 均為這個 簡列服務成本的科目 感謝江啟成 招委 及蔡世英委員 對履運費 編列較前年度高 及青年日報社 收入不如預期的提案 以向委員辦公室來說明 同意病案 簡列50萬元 科目自行調整 謝謝委員指導 好 那這蔡委員 對 後來我們辦公室講到 那當然我們還是希望青年日報 未來在很多的作業方面 能夠盡量的能夠再繼續加強 好不好 謝謝委員 好6566案 我們溝通完之後 建議病案 簡列50萬 我們以66案蔡委員的案子 來做簡列 那科目自行調 接下來除以67案 第67案為王定宇委員的指導 以向委員辦公室說明 同意簡列50萬科目自行調整 謝委員指導 我同意 但是我給青年日報一些鼓勵 我看你們在YouTube上做得不錯 但是你們現在是紙本的部分 其實年年虧損 然後你們業務費 不只你們 全世界做紙本報紙的收入都減少 那減少你支出過 你看你們現在 光110年度到8月底的短處720萬 就比109年整年度的短處還要多了 所以可見這個洞越來越大 就是我的支出成本沒有控管 我的收入一直往下掉 所以我這邊提簡列的原因就是說 你們可能要做好兩件事情 政壇局跟青年日報這一報二刊 無愛無家奮鬥都不錯 我的意思是說 時代在轉變 所以你們人力配置 在新型態的電子媒體上的人力配置 是要適度的調整 然後呢 電子媒體 你說YouTube的點閱率 或者分享 或者使用你們的圖像 那個其實要付費的 那這樣的狀況下 你可以增加營收 那你人力的配置合理 達到為國軍宣傳的效果 那短處的部分我倒覺得可以接受 那就當宣傳費 否則你一直在做 原來大家都在虧本的事情 然後成本一直增加 然後業績一直沒有進來 你當然年年被檢討 不只我們檢討 審計單位檢討 所以我同意檢討50萬 但這兩個調整 我建議政壇局思考一下 謝謝旺彥知道 好 謝謝 副委員 也做一個提醒 因為現在可預見的是 這個紙漿成本也會慢慢抬升 所以可以思考一下說 我們配置的點 以及我們 建議日報其實還蠻多人在看的 然後 但是這個後續可能有一些配置的話 可以的話 可不可以提一份 你們預測的狀態給我們 好不好 好 那其實還有這個電子媒體的一些 強的地方 讓它再更強一些些 甚至 會有發現 在美國的一些朋友 也有在網路上面在看你們的東西 所以要予以鼓勵 以上謝謝 所以我會向委員來做報告 主席委員 好 謝謝 那我們67案 就 同意 改為簡列50萬元 主席主席 不好意思我會舉手 在那邊看 主席這樣子好不好 我再請教一下部長 部長也在現場 這個 在這一場的俄乌戰爭當中 這個雙方的這個 輿論啊媒體啊 我想國防部都有在做後續的研究 我想請你們去 你們問事後 未來你們做一個報告給我們 就是說你們覺得 他們是我們 你們觀察俄乌戰爭中的 宣傳的這種 宣傳戰的做法 跟我們現階段 我們政戰局 還在用報紙的這種做法 到底適不適合 還是有沒有改進的一個必要性 我覺得這個東西也給你們做 我覺得內部要做檢討跟參考 我覺得這還蠻重要的 這個部長 我想說這個部長如果可以 我可以講一下 我可以讓政戰局 或許可以做研究改進 所謂委員很簡單報告一下 去二屋戰爭對很多國家 包養我們 跟中共解放軍的地方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情緒的一個項目 所以我們要持續在研究 也不要講說 好像等到研究完以後才給委員 委員如果要的話 我們現在都有 短階段的 但可能就講 不能夠要 只要交給你 今天有沒有麥克風沒有打開啊 麥克風沒有開屋 那一定會去做說明 好不好 因為我可以可以說 因為我每天都看到的 啊 委員叫的話我們隨時派人去說明 這沒問題 另外第二個 惡物之戰啊 對媒體的運作 這邊要明顯的 啊 有很大的變化 早期我們有很多 跟很多人講啊 那大軍未動 糧草選擇 這種大軍未動 真意的訊息要先解決 你可以有沒有注意到 一開頭 從2月2日到開打 那一個禮拜多 幾乎 烏克蘭沒有任何訊息出來 什麼原因 被封鎖 它會演變到最後 啊 蛾姬不斷地被擊落 那什麼原因 不光是刺身飛彈呢 你要沒有情質的話 你刺身飛彈啊 也未必能夠啊 獲得弄好的一個一個成果 所以簡單的跟各位報告 文宣 媒體運作 這不能停止了 啊 這會對一個人心的影響太大 所以我們 除了持續強化以外 我想我們這個 對於戰訓本物嘛 本來就我們要注意的 這跟委員做一個補充說明 謝謝 好 謝謝部長啊 那 這個 接下來 我們 開始處理 68案到71案 是 第68案到70案都為 管理費用 及總務費用的科目 感謝張喜純招委 及王定委員 及文宇霞委員 對專業服務費的編列 較前能 為高 及獎勵費用編列 標準不一 的提案 以向委員辦公室來說明 同意病案 減累10萬元 科目自行調整 謝謝委員的指導 好 這個 沒有 沒有意見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用 68案 我本席的案子 呃 病案 28到71 我們病案 檢列 70 到71吧 71是 林靜一委員他 單獨有 這個什麼 另外的一個 所以他另外是不是 好 那我們病案是 68到70 我這邊是檢列100萬 是不是 檢列1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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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科目自行調整 哦 來接下來我們處理 提理71案 感謝 林靜一委員的指導 也向委員來說明 同意檢列100萬元 科目自行調整 限文指導 好 那71案 就 檢列100萬元 科目自行調整 再來72案 72案 為江啟臣 招委的指導 按照 提案 檢列50萬元 辦理 72案 我們同意檢列 50萬元 科目自行調整 來 73到74案 73案 為 這個 趙天麟委員的指導 也向委員辦公說明 同意改列主決議 限文指導 74案 第74案 為蔡司映委員的指導 同意檢列 791萬2000元 科目自行調整 限文指導 好 73案是改為主決議 是 74案 同意 下修檢列為 791萬2000元 科目自行 791.2 對 791萬2000元 是 是 限文指導 好 接下來我們處理 75案 第75案 為林常佐委員指導 均除事業 勞務成本 凍結300萬元 引向委員辦公室說明 並提供資料 建議免以凍結 預算照列 坑請委員指導 好 這個 第75案 同意照列 來 76案 第76案 為瘟疫俠委員指導 有關 軍除事業管理及總務費用 簡列2萬元 以向委員報告 並提供資料 建請同意 免以簡列 預算照列 請委員指導 來 好我們 第76案 同意照列 77案 為邱成元委員指導 軍除作業 獎勵及慰問經費 凍結20萬元 以向委員辦公室說明 並提供資料 建請同意 改列主決議 請委員指導 好我們同意改主決議 好那77案改主決議 接下來 78案到85案 請說明 後製室這邊說明 第79 80 81 84 85案 為馬文君委員 王定宇委員 江啟成招委 吳思淮委員 趙天玲委員 及羅智正招委 共同關心 李運費增加的議題 那第82 83案 為馬文君委員 及江啟成 而招委 共同關心 修理保養 及保固費用議題 那上述的提案 均移到 各委員辦公室說明 並提供完整的說明資料 其中 78 79 80 81 84案 均同意 凍結100萬元 提出書面報告 使得動之 第82案 建議改列主決議 83案 同意照列 85案 同意下修為 簡列100萬元 建議 並案建議的 並案建議的 如 後續的如下 第82案 懇請馬委員 同意改列主決議 83案照列 其餘個案 懇請提案委員 同意病案 凍結100萬元 提出書面報告 請委員知道 請委員知道 聽你講得很複雜 各位委員 提案的委員 馬文晶委員 先說82案 82案 82案 同意改列主決議 不過這一個部分 因為 在 復工事業的相關收入 因為他的 國軍元額 他其實有些 人 有些是人 越來越少了 可是他成本 不斷的增加 所以 這個應該要積極的去檢討 並加強相關成本 還有費用的管控 這個 同意改主決議 另外第78 78案的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看得到 105年度的時候 我們總共對於這個 國軍他採買單位 提領副食品的部分 因為對於位於高山偏遠離島地區 還有高風險的路段 還有戰訓部隊 他 副食品 尾商運送的服務 在105年的時候 他 列了33條的路線 87個單位 那 貨物的運費 大概是3928萬 將近4000萬 可是到111年度的時候 我們尾商的路線 增加到 61條 然後變成271個單位 所需的貨物費用 已經將近9000萬 我們目前 其實他營區裡面 其實小單位都整併到大單位 照理說 其實我們的官兵 相對的 就是這些也越來越少 可是我們的費用不斷的增加 他的單位數還有他的路線 也不斷的增加 這個有點像 我們外交部之前 好像送尿部出去 支援的這些相關的物資 他居然花費高達2億的 這個運送的費用 一樣的意思 你今天我們本來 像這些相關的地區 他的運費大概4000萬 現在變成快9000萬 而且他的路線單位越來越多 有點感覺像是用工費在養外面的人 或者像外面的公司等等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也要求 這個應該要有精進的作為 不要平白的 浪費掉我們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基金預算 好 那個 王定有緣嗎 這個問題根本性是說 第一個 我們把它當作一個市場 我們的顧客是固定的 我們原額就是這麼多 所以你要增加營業收入很難 我可能就固定收這個錢 可是你們在採取的方式 擴大派送跟運輸的路線 大概倍增了啦 單位大概增加了三倍 路線增加了兩倍 所以那運輸費用現在越來越高嘛 所以他這一定是越來越高 你們現在增加了14.97 加了1165萬 都全部吃在運輸費用上 所以我是建議我們 國安部正面要思考 就是說 我的原額都已經固定了 那我現在採取的運輸方式是 一個點一個點 一條線一條線增加 每一條點每一條線都一次成本 那你的成本根本不可能降下來 你的升幼不可能越做越大 你送到AGD AGD那邊的單位 人只有減少不會增加 所以有沒有合併路線 就是說我一台車 走A加B加C 這是一種考慮方式 或者就地採買 降低運輸路線 這也是減少碳足跡 就是說 可能要花點心思 讓你的運輸費用 看得出來你有努力在減少 那當然平時是這樣 暫時你不可能這樣送的嘛 暫時要囤積啊 要有倉儲啊等等 那平常你們為了減少你們的管理成本 減少你的風險 都委外委傷 那委傷他就給你算 每一條都算到夠 所以我會建議說 在有關我們富時供應等等這些東西 你至少要提出一個辦法 讓我看到你有努力 在這個固定營收 固定客戶 固定地點的狀況下 我有努力去做路線的合併 調整運輸成本的下降 在地採購減少運輸長度跟碳足跡等等 這樣子你再增加 那叫做不得不 否則就很簡單數學 我就多加幾條線就多多少錢 這個沒有在管理啦 所以本席也是提 我可以接受你 這個凍結100萬元 但是改善的方法要出來 因為這個錢 只會越來越多 不會越來越少 所以改善方法要提出來 以上謝謝 好這樣我來處理一下 來 82案就是改組決議啦 那81到這個 78到81 這個我們以馬文君的案子 簡列100萬元 並案簡列100萬科目字條 然後83案到85案 以本席的案子 我們凍結100萬 然後提出書面報告後 使得動資 好 那我們先處理到這邊好不好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室 然後 現在我們有 我這邊也宣告一下 我們現在有新增組決議案 第102-1到102-11案 共11案 那我們待會處理完第90案之後 會請議事人員 宣讀新增的組決議案 好那我們現在休息 這個10分鐘 休息之後 我們再來處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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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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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不幸 视频 все 不 nat Selec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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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不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部分呢 定案 第90案 93案 第90案 第90案 提案 感谢 感谢 第9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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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2 规则 第107 第101 第90案 提案 落实 EMT 顶 第10 提案 第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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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5 第101 1-1 第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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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7 第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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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1